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整條平溪線基本上都是以煤礦文化為主 但精彤是保留煤礦特色最多的一站 而且這裡還有一條報道 報道本身有很多歷史古蹟 但除了這個之外 它現在是最出名的打卡點 因為你可以拍到很多美照 它的入口在哪裡呢 其實它有兩個 其中一個就是精彤火車站的精堆面 但因為鐵軌本身是不能直接走過去 所以最主要的入口就是在鐵軌的尾 就是你走路街走到最尾的時候 看到這個廢氣的火車頭就是入口 而且看看這條報道本身是免費的 Let's go 走到樓梯上來 就可以看到第一個古蹟 它就叫做損洗煤牆 就會在這邊把一些挖出來的煤礦 清洗、分類和挑損 損完之後就會變成真正可以用的煤礦 其實過了這個古蹟之後 就要再往上面走 就可以發現有兩條步道 一條就是直接轉左 另外一條就是往前走 就可以接回剛剛另外一條步道 剛剛走了大概五分鐘的樓梯之後 就到了一條馬路 接著就直接一直往右手邊走 走了大概十分鐘的路程 接著就到了我們的目的地 但是就會發現到 好像這條步道真的很輕鬆 因為整個十分鐘都在走馬路 難怪這麼多人都喜歡來 十分就是平溪發展得最早的一區 而且也是規模最大的 它出名的地方 其實不是因為老屋 反而是一個街道奇景 這個就是火車門前國 你可以看到在兩排屋之間 一時時會有火車經過 是否很特別呢 這個就是全台灣最大的煤礦坑 它叫做石底大邪坑 基本上它最大的年產量 是可以達到十四萬噸 是不是真的很多呢 不僅如此 它本身還是全台灣開採最長的 以及最長、最深的一個坑 你可以發現它本身全長是五公里長 但深是深度一公里 是否真的很誇張呢 你看到這個就是他們的坑口 以前工人就是乘搭推車 慢慢從這條鐵軌進去 但真的往裡面看 可以發現裡面已經廢棄了 還滿了雜草 如果現在還可以進去 我覺得我自己應該也不敢進去 因為它真的很黑 一公里深 好啊 哇 走進來是否覺得自己直接穿越到另一個世紀 這邊就是我們說的最新打卡店 有很多人都來這邊拍照 而且連偶像劇都來這邊拍攝 其實你現在看到這個 是已經有很多廢棄建築物聚集在一起的 原本它就是一些公寮 又或者是宿舍 但現在就剩下一些牆壁 再加上一些攀騰植物 和綠色的樹木 覺得好像進了電影場景 那一段時間就要去找我的山神 我覺得這條步道真的很值得來 因為除了你可以在這裡看到 很多不同圍礦產業的古蹟之外 還有很漂亮的打卡點 看看這裡所有的建築物 基本上已經跟大自然融為一體 而且重點是 距離精銅火車站真的很近 而且整條步道不需要15分鐘 就已經可以走完 是否真的很值得來 木造日式建築的精銅火車站 散發出一種濃厚的日式風味 因為這裡剛好就是平溪線的尾站 所以我們也不用怕 可以大膽地走進路軌上拍照 精銅火車站是平溪線的最後一站 在1929年建造一隻到現在 其實是整條平溪線上 唯一一個留下的木造車站 而且你可以發現 在這邊的日本建築 以及礦產的遺跡 都是保存得最好的 除了這個之外 你可以發現 因為剛剛說了 它是最後一站 所以在這邊 站在鐵軌上是合法的 你可以開心地拍照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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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